跟着悠扬的音乐摆动肢体 不论是云首还是经济独立 都难不倒这群比年轻人 还有活力的引发长辈们 举办这个太极拳的活动 主要是跟我们双合医院家医科 来协伴跟主办 主要是让我们长辈能够训练他们的筋骨 增强他们的肌力 预防跌倒 提升他们生活上的机能 太极拳是我们中国传统武术 几千年来累积的精华 那太极拳在外国研究里面 第一个可以改进我们的三高的问题 对老人家也可以改进他的失眠 甚至失智症还有孕育 全部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除了推广太极拳之外 也邀请到国产车厂商 展示最新的辅具旋转椅 让老人家上下车比较方便 里长江小沛用心理政 特别照顾里内的银法族 长辈们他们来参与这些活动都非常的用心 每一堂课几乎都没有缺席 不管是刮风下雨 他们都每天都来参与 我们长辈因为参与这些体制能的活动 让他们的身心更加健康 心情更加美好 而建合里呢只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我们最希望的是能够在各个里 各个区域都能够开始打我们的太极拳 让老人家有更健康的身体 双合医院表示 能够深入社区推广体制能 是在地医疗单位的使命 未来在建合里里民活动中心 每周二都会有太极拳的活动 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中家新闻卓允家综合报导